2015年9月 燕剧唐顿庄园第六集开播 作为英国的国宝级影视剧 唐顿庄园中的很多事件是根据史识改编的 比如在第六集第五集中 当时还是卫生大臣的内威尔张伯伦造访唐顿庄园 作为唐顿内阁大臣的张伯伦 却被剧中的劳夫人拿捏得非常彻底 当有人问他原因时 他回答道 因为我的大舅哥叫霍勒斯科尔 问他问题的布兰森立刻恍然霸悟 怪不得 作为桑基巴尔的白人苏丹 埃塞俄比亚的英国王子 皮卡迪里大道的街头霸王 无畏战略舰的高级贵宾 英国医院的难舍梦言 伦敦的挖钩人 党魁的伪装者 享誉世界的整国狂魔 霍勒斯科尔在英国人心中只有一个形象 好人就是有点狗 Hello everyone I am 1881年5月 威廉霍勒斯德维尔科尔出生于英国 父亲是一名英军少校 母亲是一名爱尔兰爵士之女 中校配爵士之女 听起来好像是个小资家庭 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在霍勒斯出生的时候 科尔家族虽然称不上是一贫如洗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大富大贵大富贵 霍勒斯的祖宗虽然没有跟着贵伦敦入过关 但却跟一些入过关的大贵族关系很好 科尔家族做的是药品生意 主营业务是销售奎 一种质量瘧疾的常用药物 本来这只是普通业务 但是在一群老伦敦正米子旗的庇护下 科尔家族在经商时获得了一些小特权 就是垄断了整个大英帝国的魁廷贸易 在这种buff的加持下 多年经营下来 科尔家族的日子基本就是爱马的事 路易的位官邀的晚来水晶的位 总体上属于挺小语加斯的一个状态吧 但是 富裕的霍勒斯童年却并不幸福 他的父亲是一名鱼一样的男人 作为军人 他经常需要外派殖民地常年居无定所 母亲则是个疯一样的女人 平成最主要的爱好是冒险和旅游 酷爱上山下河打猎标车 每天挂在嘴边的都是后悔 生了这么多讨厌的孩子耽误自己打猎了 所以 虽然从小没缺过钱 但在这样一对雷公电母的管理下 10岁以前的霍勒斯 日子过得跟孤儿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10岁以后是不是就好一些呢 答案是否定的 10岁那年由于疏于照顾 小霍勒斯感染了白猴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急性传染病 经过几次复杂的手术之后 小霍勒斯的命保住了 但他的听力严重受损 别人不大声说话他很难听清 你说明天一起去前面楼子 他听说熏冲屁股后面长个猴子 更可怜的是 大病未遇没多久 他在印度服役的父亲 就因为感染后乱去世了 一年之内 儿子残疾老公去世 霍勒斯的母亲备受打击 然后就含泪嫁给了一个23岁的帅哥 继续了上山下河的狂野生活 母亲赶嫁之后 虽然霍勒斯倒也谈不上受虐待 但在这个新家庭里 他过得很不痛快 因为他的听力严重影响了 他的行动努力 比如他的家庭教师 让他去把一个 有feature的报纸装进盒子里 他却听成了 把teacher装进盒子里 于是在趁老师睡着时 用一个大纸盒 把老师扣在了地下 吓得老师落荒而逃 如此几次的事故之后 他的继父和亲妈一致认为 这孩子不宜继续留在家里 继续送出去 于是他被送到了伊顿工学 因为听力不佳 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 这显然只是颗小甩包的借口 霍勒斯的奶奶虽然反对 但奈何自己不是监护人 只能给孙子大巴撒钱 孙儿啊 这是一个亿 你出去自力更生去吧 事实证明 伊顿工学果然是不好听力问题 在伊顿 举凡需要听讲的课程 比如数学化学之类的 霍勒斯学的都很差 但能够自习的 诸如历史文学一类的课目 它都成绩颇夹 不过 此时学习成绩的他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在伊顿工学里 他发现了自己人生的新乐趣 作为英国最好的中学 伊顿中学在当年 一直鼓励学生发扬个性 因此 开始培养了一批 撒手就没的整活选手 什么投开机股筒 嘴咬拿火机 这都不算个啥 犯法这事要不是犯法 他们早干了 杰克修记跟他们一比 都算是沉稳老实了 霍勒斯到了伊顿后 迅速因为听力问题 而被同学们调戏 经常有同学在他面前 魔法的侧耳倾听的样子 但霍勒斯自小体弱 我在塞马杆时候的塞烟卷 面对同学们的嘲讽 霍勒斯打又打不过 骂又骂不赢 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 你调戏我 我就更狠地调戏你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不在沉默中学坏 就在沉默中变态 小霍勒斯选择既学坏又变态 他把嘲讽自己的同学 全部系在小本本上 准备一个个地找出去 从霍勒斯决定成为 一名小硬币开始 一顿公学里就花猴不断 所谓一物小英物拉姆扛不住 事实证明 霍勒斯的整骨方法 那真是熊猫点外卖 他损到家了 比如在这推门之前 在门上放一桶水 比如用书面通知 某些同学去参加比赛 结果一群人到了赛场后 才发现根本没人等等 不过 一顿的学生还是比较缴风度的 他们虽然会调戏别人 但也允许别人整骨自己 所以面对霍勒斯的整骨 他们并不记恨 反而表示 你要早这样 我们就不那样了 一来二去之下 霍勒斯就以善于恶作剧 而在一顿的名了 事实证明 一顿的这段经历 对霍勒斯的人生 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许是沙漠碰着小约翰 从小就被忽视的霍勒斯 在恶搞别人中 找到了空前的满足感 他成功地靠恶作剧 也来了他人的关注 这为他后来的人生 埋散了伏笔 1899年 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 整个英国上下 都弥漫了一种求战的情绪 当晚18岁的霍勒斯 也受到了影响 在请求老娘 带上自己一起去瑞士旅行 被拒后 也许是为了表达愤怒 霍勒斯一怒之下 走进了征兵点 决定加入戴英军队 去南非跟布尔人交流一下 对于戴英征兵的严苛程度 相信看过威尔特那集的朋友们 都有所体会 所以 体弱多病耳朵又瘸的霍勒斯 顺利加入了英军的骑兵部队 1960年5月 作为戴英最年轻的骑兵 霍勒斯到达了南非凯布 然后他就得到了 和威尔特差不多的代理 威尔特当年在南非的任务是抓马 霍勒斯和他在业务上略有差别 作为骑兵的他没有抓马 他的主要工作是刺手驴 养驴养了两个多月后 霍勒斯的骑兵团接到了战斗任务 好在戴英没有不做人道 让他骑驴上任务 他和战友们一起骑着马 前往一个目的地 在行踪过程中 霍勒斯莫名其妙地发现 他才意识到 在战场上听用剑枪声 是一件要命的事 布尔仁狙击手这枪 差点要了霍勒斯的小命 好在医生医术高超 才让他死里逃生 在如此重伤之下 继续服役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1900年9月 霍勒斯就被送回了英国 唯一的战功 就是把南非的屡于伺候得不错 回到英国后的霍勒斯 把自己的伤残抚恤金 全部捐给了战争寡妇和孤儿基金 然而直到两个月后 他也没在捐助名单上 看到自己的名字 不过他也不在乎了 当面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体验生活 现在的他只能继续走一个 正义自棋的应有路径 上大学 经过一年突击补习后 霍勒斯成功获得了入学资格 而他要去的地方 就是通交宇宙的著名人才是他 剑桥大学 1902年10月 霍勒斯进入剑桥大学 三一学院学习法律 彼时的英国国内 各种思潮 一片步步升级万物警罚的景象 剑桥校内更是反贼遍地 在霍勒斯入学的第二年 国王去剑桥访问 皇家一辆钱被放了一把大火 马车站着发热 进了学校后 又赶上无政府主义学生骚乱 一群学生要求接管学校干翻国王 有人闹有人笑 他们都十分高调 有这种校园的熏陶 何愁学生在外面不做横事 在剑桥大学 霍勒斯的恶作剧天赋 被彻底激发出来 在学校里表演了 徒手上门楼 当众帮大吉 棺子里炸尸等一系列狠活后 霍勒斯获得了 恶作剧之王的威名 众多小弟纷纷来头 比如著名作家 莱斯利·斯塔芬爵士的 儿子阿德里安 就成为了霍勒斯的头号大大 同样 由于整活水平过高 霍勒斯也引起了学校的注意 老师们一直认为 这是个无症状的精神命 将他的成绩一压在压 一次警告他 再不老师 我们就不让你毕业 没想到的是 这一招完全起到了反效果 对于老师的威胁 霍勒斯的态度 就如同小约翰想起那个女人 毫不在乎啊 霍勒斯招来了阿德里安 告诉他 我与神明化妖 神明让我说 既然学校不让我们整活 那我们就应该整个大活 给这群老旺菜们看看 阿德里安陈进片刻后 拿出方案 他觉得我们总在英国一地 剑条一局整活 格局小了 我们不如一步到位 听说德国和法国 最近关系不好 我们要不穿着德军服装 从德法边境进攻法国 挑起德法战争如何 对于阿德里安的建议 霍勒斯表示了充分的赞杀 他觉得这个创意好是好 唯一有一点小缺憾的就是 他有点不太好收场 我们搞恶作剧 如果搞出世界大战吧 挺大可不必的 我们的恶作剧对象 应该先从剑条的校长和市长开始 正当两个人在头脑风暴时 一名在剑条留学的先罗王子 正好从卓子边经过 此时霍勒斯灵光一闪 他突然意识到 有什么事物 是政府和学校都非常重视的呢 外交 霍勒斯对阿德里安说 如果我们以外交大臣的名义 生成有外国元首来访问剑条大学 那市长和校长敢拒绝吗 如果我们把这次访问 顺利的完成并从给报市 那你觉得剑条市长和校长 会是什么下场 听完这个小创意 阿德里安大家赞叹 然后霍勒斯提出 我们首先得确认一下 我们要装作哪个国家的元首呢 首先 亚国国家的肯定不行 长得就不像 其次 欧洲国家的也不行 一个圈里混得 大家互相的认识骗不过去 那么就只剩下非洲国家了 我们装作非洲哪个奇华小国的元首吧 众所周知 英国人的肤色和黑非洲国家的肤色 还是多少有所差别 我们要怎么装作黑人呢 霍勒斯表示 你这个担心很令人费解 黑得漂白不容易 得白得染黑很难嘛 你家谁有不够用 还是我家锅底不够黑 基本方案调定后 两人立刻找来了几个 一起整合的同学讲了这个想法 查阅了这几天的报纸 然后看到外交新闻 桑吉巴尔苏丹阿里二世 正在英国访问 就是他了 几名学生集合完毕后 找到了一家戏剧服装店 租来了全套的阿拉伯长袍和头巾 又买来了一大堆化妆油 这时候霍勒斯突然发现一个事 阿里二世的照片已经被报纸刊称过了 如果咱们被认出来是假的怎么办 于是他想出了不救措施 我不说我是苏丹 我说我是苏丹的叔叔 这你没法查吧 黄叔也是贵宾的 1905年3月1日 五日小条伙跳上火车 前往伦敦 在伦敦 四个人蒙好了化妆油 沾好了胡子 打扮成黑人 一个人作为白人翻译 然后他们走进了电报局 1905年3月2日清晨 剑桥市政厅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 内容是 桑基瓦尔苏丹的叔叔 将于今天下午4点27分抵达剑桥军访问 请贵部安排他去参观他感兴趣的剑桥大学 需要马车 录款是外交大臣秘书亨利·卢卡斯 看到了如此重要的外交事项 剑桥市长不敢怠慢 他立刻叫剑桥校长斯特鲁特来市政厅集合 另外立刻派出豪华马车去火车站接驾 由于跟剑桥市长不对火 剑桥校长斯特鲁特等了一会儿后就不耐烦走了 只留下市长代替政府接待 下午4点半 桑基瓦尔外交天团到达火车站 剑桥市长率领全体地方官员 赶赴这场剑桥车站的聚会 为外宾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欢迎仪式上 剑桥市长值得欢迎词 送给了黄叔一本 剑桥旅游指南和一瓶名贵的香槟 也是剑桥人的地主之一 而黄叔则回赠给市长 桑基巴尔神圣鲨鱼的背起 剑桥那瓶头的产品上没有什么标签 不然市长如果认真看看就会知道 这个鱼起是在伦敦水产市场里买的 欢迎仪式后市长亲自带队 领着外宾团前往剑桥大学参观 面对着几名外民口中的斯瓦西里语 混合着拉丁语的桑基巴尔语 剑桥市长没有任何疑惑 实际上如果剑桥校长在 大概率会当场出传他们 可是校长此时去夺青鞋儿子了 就这样 霍勒斯一伙人在市长的陪同下 在剑桥大学里招摇卧室 对着几个剑桥著名建筑平头论足 引来了众多师生围怪 在考察三一学院时 黄叔等外宾对着师生们拼拼合手 连市长都感叹 三一学院果然魅力非常 甚至可以让桑基巴尔外宾 都如此的情有如重 两个小时后 黄叔通过翻译告诉市长 国事繁忙 本家准备回伦敦去了 市长再三口劝黄叔今夜留宿于此 但被黄叔婉拒 剑桥市长哪能想到 黄叔婉拒的原因 是剑桥每晚十点要插起 最终只能为黄叔 不能多留几时深感通行 今日幸回黄叔 必是澎湃神辉 一日造访贵国 有幸再讨建交 市长一行人 于是将外宾攻送到火车站 在市长的拼拼鞠躬和挥手中 黄叔等人坐上火车 与剑桥主人一一席别 回伦敦处理国务水 第二天 霍勒斯走进了 每日邮报的编辑办公室 为主编们灰尘灰色的 讲述了这个伟大的恶作剧 并展示了全套的 化妆证据和照片 每日邮报的编辑们 听完后 语中心长的说 哈哈哈哈 编辑们如获至宝 第二天就用整个版面 详细报告了这场 剑桥市的外交防卫 随后英国各大报社 纷纷丁进 这场恶作剧 迅速成为了英国的顶流热搜 在众人的嘲讽下 剑桥市长和校长完全射死 尤其是剑桥市长 那酥的真是吃花椒的电线 麻都不能再麻了 破了大房的剑桥市长 打算把霍瑞丝抓进监狱 而剑桥市长 则打算开除这几个学生 但正当一对难兄难弟 准备报仇时 剑桥副校长阻止了他们 二位 你们这事已然够客人的了 再打击报告的话 更显得你们戏亮相 别找后证了吧 也许是感受到了 校长和市长的怨气 霍瑞丝采取了自己的道歉方式 他把一副母牛的乳房 塞进了护当里 然后走到学院正门前 当众斩钉截铁 装作受伤后 一边念叨校长的名字 一边倒地不起 经此一战 霍瑞丝彻底扬名 他的行为已经脱离了 恶作剧的范畴 四十五物属于行为艺术 英国上下都认为 很少有什么行为 能怪得过霍瑞丝的恶作剧了 直到他自己超越了自己 1906年 霍瑞丝在没有毕业的情况下 离开了剑桥 离开剑桥的原因是 他的祖母去世 给他留下了一点遗产 不算多 大概包括了伯克郡的 一个大庄园 116幅名画 2万瓶高档葡萄酒 8000瓶香槟 以及几十公斤珠宝而已 不过 虽然继承了一点遗产 但霍瑞丝对经营商业 一窍不通 他的经历 对于商业谈判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 好在关键时刻 他输出出出手将就 替他经营产业 直接给他分红 因此他才能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不用精进商业的霍瑞丝 在那段时间里 真是通常开演场 闲到家了 他很快就谈了 人生中的第一段乱爱 与一位叫蒙塔古的 有夫之妇相爱了 俩人在意大利一见钟情 蒙塔古向他倾诉 自己婚姻的不幸 听到霍瑞丝心如刀叫 怕是要帮姑娘脱离苦海 最终霍瑞丝成功劝说了 姑娘的父亲 让他同意自己的女儿 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 然后霍瑞丝就收到了 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好消息是 蒙塔古成功摆脱了前夫 离婚了 换消息是 蒙塔古在离婚后 直接嫁给了另一个贵族 自己连个备胎都爽不上 顶多是个临时孤渡的千斤顶 听完他的情感经历 费安阳都得等着眼 情感收缩的霍瑞丝彻底郁郁了 每天在伦敦最上梦思 也许是情感收缩后 对社会多少点不满 一段时间后 霍瑞丝想起了自己的光辉历史 决定重造就义 叫来了阿德莲等小伙伴们 表示我已经收到了一份邀约 是时候该整个大活呢 阿德莲等人惊讶地说 霍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霍瑞丝神秘地说 你知道吴卫号吗 吴卫号战略舰 是当年英国海军中 最先进的战舰 这次就排水量 接近两万吨的巨舰 在当年堪穿全人类 最凶散的兵器 但是由于体量太大 耗资极多 吴卫舰从一诞生 就挤压了海军内外 很多人的资源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爽 因此在1909年 海军里有人找到霍洛斯 听说您老是恶作剧大师 有没有兴趣 遏整一下吴卫舰呢 起初对于这个提议 霍洛斯并未在意 但当他知道 吴卫舰的指挥官之一 是自己的远房舅舅 阿德莲安的表兄 威力费舍尔时 他一下来了兴趣 于是霍洛斯决定 接下这个大活 开始跟几个朋友 一起研究 怎么整吴卫号 人就来研究去发现 还是自己当年 在舰桥那儿最好 被霍洛斯等人轻松搞定 只是临行动前 有一个成员哥儿掉了 关键时刻 阿德莲安的妹妹 决定自己女扮男装顶上 这个妹妹名叫 弗吉尼亚·沃尔夫 万事俱备之后 1910年2月7日 下午1点左右 英国奔投舰队总司令 威廉·亨利梅上将 突然接到外交部电报 阿比尼西亚的马卡伦王子 和他的团队 即将大打拟数 他们临时要求参观吴卫号 很抱歉 没能给留足准备时间 但这是展示我国实力的好机会 请您务必重视 所谓智者不弱爱河 冤种重蹈覆辙 威廉将军见到电报后 没有任何怀疑 而是惊讶于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以临时通知 对于埃塞俄比亚王子的来法 他当然重视 因为那可是唯一一个 能报打欧洲国家的非洲小练乡 是个值得尊重的国家 所以威廉将军立刻 紧急下达命令 时间紧任无重 大家赶快准备 迎接阿比尼西亚贵宾 司令官一声令下 对手忙脚乱的 想要寻找阿比尼西亚的国歌乐谱 各级军官赶快换上 自己的海军礼服 司令部立刻派车 去火车站迎接王子使团 还有上将命令 马上把码头上铺满红地毯 然后再找一条舒适的快艇 一定要稳 王子说话得到 仅仅35分钟后 阿比尼西亚王子就来了 海军陆队在码头上 紧张地阻隔开 围观的群众 在无数军民的瞩目之下 四个穿着飘逸长袍 满身保持的黑人 和两个穿着高级西装的 白人翻译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群人全都一观处处 这人的感觉只有一个字 体面 一看就是外交部的高级代表团 威廉将军不敢怠慢 高喊一声 列队敬礼 两边弄战队员 瞬间整齐地排成两列 举枪向王子致敬 如此均荣 让王子十分动容 惊叹着高呼 邦嘎邦嘎 在场中人 没人知道邦嘎是什么意思 下来应该是阿比尼西亚图语吧 威廉上将立刻上前 向王子敬礼 亲自带领使团登上小快艇 向吴卫号高速驶去 在吴卫舰上 霍勒斯的舅舅费舍尔将军 正在列队回应 在登上甲板后 一让队身穿鼻挺的军服 列队迎接 军阅队因为实在找不到 阿比尼西亚国歌 只能随便弄手 桑吉巴尔的凑数 好在王子陛下并未生气 而是继续不停的惊叹 最后通过翻译 王子殿下表示 自己拒绝21响礼炮的输入 因为父皇还在 放19相意思一下就好了 不好僭越 威廉将军赶快表示理解理解 然后带着王子殿下参观起来 王子一路发出 邦嘎邦嘎的灵态 威廉上将颇为得意 可惜那天似乎天空不太作美 半小时后就下起大雨 一件下雨 王子神色大便 表示 已经到了我礼拜的时间 请给我一间安静的客丧 顺便他还婉拒了 上将的晚宴邀请 表示自己只是自己带来的食物 两小时后雨停了 王子等人走出了客藏 为了表达对无畏号官兵接待的感激 王子授予了包括费什尔将军 威廉上将的27名官兵 阿比尼西亚的军区勋章 在授勋的过程中 有一名水兽 对王子的发音感到有些困惑 感觉这听起来似乎是希腊语 但费什尔将军亲自打消了他的言语 他说放心吧 老夫我在非洲待了三年 这群人身上是一股 如假包换的正宗黑鬼味 老非洲正可以起的 非洲那边语言乱象啊糟 听起来像希腊语也不是不可能 有将军的这番解释 小水手哪里敢再说话 只能默默的看着王子 一路邦嘎邦嘎的上了快艇 在军官们的敬礼中 一路绝尘而续 实际上 霍勒斯这个骗局并不高明 客战非常多 首先他这个国名就不对 阿比尼西亚早在1889年 就改名叫埃塞俄比亚了 其次 埃塞俄比亚是个信仰基督教的黑人国家 根本不可能穿阿拉伯长包 至于躲雨 则是因为霍勒斯等人 怕雨水把自己脸的油彩和胡子洗掉 实际上 当时他的胡子已经松得快掉下来了 要用手托着才没露馅 然而整个过程中 英国皇家海军都没有一个人 能够戳穿这个骗局 离开无卫舰后 霍勒斯把整个过程讲给了美日劲爆 又一个顶流事件带上了 从那一天以后 威廉将军和费舍尔将军彻底射死 费舍尔将军杀到阿德里安家中 要找得拼命 37度的体温 怎么能做出如此冰冷的事情 为了让费舍找回面子 霍勒斯不得不带着 那个外交厅团的其他人 在码头上当众挨了50鞭子 算是给两位将军晚尊了一下 可是晚尊容易 邦嘎这个梗却被大家记住了 这个词本身没啥意义 却从此与威廊形也不理 1915年一战之中 无意间撞神了一艘德国潜艇 海军部给他的贺舍上赫然写着 邦嘎邦嘎 只到21世纪 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 还被意大利媒体 用这个词来调讽 此次事件之后 霍勒斯的名声 已经不仅限于英国国内了 他成为了世界级的则剧大王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的妹妹嫁给了 年近40的内威尔章伯伦 从此 这位未来的首相 也加入了他的整活团队 一个幽灵 一个霍勒斯的幽灵 开始在英国的上空飘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霍勒斯每天的主要工作 就是带着一群狗腿子们 在伦敦市内 作为伦敦著名的碧桂园 繁华的皮卡迪地大街 一度都成为了路人禁区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自己在路过这里时 会不会被恶症 某一次 霍勒斯跟张布伦打赌 声称自己可以在 皮卡迪地大街上 躺足一天而不被警察驱赶 张布伦自然不信 结果第二天 霍勒斯开着一辆车 上了皮卡迪地大街 在众目睽睽之下 引爆了车店的爆竹 车里迅速冒出了烟 路人都以为 他的车出了故障 而霍勒斯由此 可以堂而慌之地 躺在车里假装维修 赢了张布伦二十英镑 另一个著名恶作剧 是霍勒斯戴上李梦 假扮成色绘员 站在大街上 一手拿着色绘本 一手拿着色绘绘 他会找一个路人 帮忙抓住绳子的一头 然后他假装测试距离 扯着绳子的另一个弯 转过街角 如法抛制地寻找另一个路人 有时候 两个互相看不见的倒霉蛋 会扯着这根绳子 在街上罚站几个小时 与这两个恶作剧相比 什么驱赶一群牛上街 实在是和风细雨的小场面 由于霍勒斯的恶作剧过于惊悚 有的成为故事 有的成为了事故 所以 他在整个皮卡迪地大街上 臭名着陆 到哪里都会引起市民的恐慌 大街上的商家和俱乐部 集体将他列入黑名单 连巡警看见他都会驱逐啥 被皮卡迪地斜区下了逐克令后 霍勒斯一份填应 于是他决定报复这条大街 他雇了一大群工人 以维修房间设施的名义 进入了皮卡迪地大街 一夜之后 皮卡迪地大街的住户们 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经处于伦敦的路上孤岛 整条街的出入口 都被挖了一条深深的壕沟 想出入街区 必须翻山越岭 由此造成了伦敦当天的交通堵塞 在伦敦的这段日子 让霍勒斯乐不思数 可是 这段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1914年 意义战爆发 英国政府对贵族和百姓们 发出了总动员 枪在手 跟我走 杀欧凶 干得够 身体有伤的霍勒斯 自然不动参军 但陪他一起整活的 其他贵族青年们就不行了 几乎在一夜之间 霍勒斯的交际圈里的朋友们 全部被送上了一战战场 接下来霍勒斯看到的是 一封又一封死亡同志书 然后他说了一句 颇有预见性的话 贵族的时代结束了 一战结束后 曾经的好友圈 再也难以聚集了 除了战死的朋友们 其他劫后余生的人 也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阿德里安开始研究精神分析 女扮男装的沃尔夫 成为了著名文学家 张伯伦子投身政治 战争改变了一切 大家纷纷开始了新的生活 正经有事干的人 谁整天没事干的 霍勒斯落寞的发现 好像只有自己依然很闲 但在他偶然发现 自己已经有不少老朋友 成为政治家后 他好像又找到了新目标 霍勒斯发现 他在伊顿和剑桥的老同学 奥利弗兰普森成为了 保守党议员 某一次他在街上 悄悄给兰普森的衣兜里 放了一块怀表 然后和这个老同学打斗赛跑 并表示 我可以让你先跑十秒 说起来兰普森也是倒霉催的 堂堂一员 居然答应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他一个箭步就穿了出去 然后他就听到 身后的一个声音高喊 抓小偷啊 前面那个挥风 一直在家欧是小偷 兰普森还没搞明白 什么回事 就被警察按到了地上 警察从衣兜里 翻出刻着别人名字的怀表 直接把兰普森送进了警察局 直到深深来迟的霍勒斯来捞他 兰普森都没有洗脱自己的罪名 但是 跟工党领导人 拉姆齐·麦克塔纳相比 兰普森的这点经历 实在是不算什么 麦克塔纳比较倒霉的是 他长得跟霍勒斯破位相似 经常有人把他们俩弄混 几次被错认后 霍勒斯觉得 这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啊 结果就是 整个20年代 对于老麦来说 都是一场灾难 因为两人实在长得太像 霍勒斯经常故意穿着 跟麦克塔纳相似的衣服出去演讲 他也不说自己是谁 围观的人一看 自然就以为是工党领袖呗 结果一听讲话内容 不是同性恋无罪 就是女性也有权光着上街等等 这些惊悚内容迅速被传播出去 麦克塔纳连政务都没法处理 每天光顾着辟谣了 而且他还没法起诉霍勒斯 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叫什么 除了替麦克塔纳演讲外 麦克塔纳本人的演讲 霍勒斯也会去帮唱 比如某次老麦演讲时 霍勒斯雇了一大群光头大汉 坐在观众旗上 每个大汉的后脑袖上 都有油漆刷了一个字母 然后组成了一个Bollocks 整场的观众们哄腾大笑 只有台上的麦克塔纳完全理不解 在恶种各路艺员们好几年后 霍勒斯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 然而进入30年代后 霍勒斯的恶作剧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并不是他改谢归正了 而是因为他在1928年的投资生意中 赔光了自己所有现金 他的第一任妻子 也在这段时间离开了他 不过对于妻子的选择 霍勒斯并不在意 他和妻子之间 本来也没有什么深厚感情 只是当了一辈子大丝豪的他 突然变得贫穷 他有些不适应 可是在这种困境之下 一辈子嘻哈不闹的霍勒斯 表现出了精灵的责任感 他频繁前往欧洲进行贸易 努力地想要还清自己的债务 1931年 不忍心看他太辛苦的叔叔 再次伸出援手 替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但代价是 他不再享有之前的庄园分红 债务快清后的霍勒斯 虽然不再需要东奔洗澡 却从此泯然众人了 在同一年 霍勒斯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妻子 这是一家他常去的餐厅的女服务员 虽然两个人身份差异巨大 但霍勒斯很愿意 带着妻子融入自己 那个充满贵族和艺术家的圈子 1931年 两人结婚 然而在这个叫梅布尔的女孩眼里 与霍勒斯的婚姻 不过只是融入一个圈子的跳板 结婚后不久 梅布尔就出轨了一名艺术家 他与霍勒斯连婚都没离 就直接和艺术家私奔了 对此霍勒斯懒得计较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已经不再要经历计较这些小事了 他希望把自己曾经的恶作剧记录下来 选出最棒的100个整理程书出版 恶搞了别人一辈子 他希望能留下一点什么 然而在糟糕的身体的拖累下 霍勒斯总是写写写写 1935年3月 有人给他传来了一则喜讯 几年没见的妻子梅布尔 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起名叫特里斯坦德维尔科尔 霍勒斯苦笑了一下 我又没啥遗产可继承 何必还要顶着我的姓氏呢 1936年初 他从一场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中 恢复了过来 在疾病痊愈后 邻居们好像又看到了 那个充满活力的霍勒斯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 去镇里买面包 蹬得飞快 然而 1936年2月25日 他住所门再没有打开 这个恶作剧界的艺术家 在家中因为心脏病突发 而孤零零的去世 享年只有54岁 直到他去世 他也没能完成 自己的100个恶作剧精选 连手稿都被操持后世的邻居弄丢了 除了那些关于他恶作剧的传说 他什么也没能留下 在霍勒斯死后 面对着这个 带给无数人快乐和难看的 恶作剧大王 有人阿德里安最终总结了 霍勒斯50年来的一切 如果刨除那些恶作剧 霍勒斯的人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